因为现在又传出最新乌克兰士气大震 因为传出他们击毙俄罗斯的高阶将领 可以说是成功的打击了普丁进攻计划 不过说到了普丁的进攻计划 最近这几天一直有人在讨论 说普丁究竟怎么了 你一开始不是说要火速拿下吗 结果现在是卡关拿不下了 除了这个车队车队的攻势 你就想说卡在基辅三天不动 那很多人都分析了 说是不是这后勤支援不足补给 补给不上 那这个还有这个二军的攻势 是不是也都是卡关的原因 那还有由于这个乌克兰人民的顽强抵抗 机械故障道路堵塞 所以呢在过去这三天才会显得没有动静 那这个时候甚至就还有传出这些消息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是有这个乌克兰的老农夫美女截车 而且还上一倍拍卖 拍卖坦克哦 那可能吗 不知道因为现在就是我要请教世纲的事 就是说现在当然是资讯战 可是呢对于普丁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战术 他的战略 因为他的说法是说特殊的军事行动 我们都有一步一步按照计划来走 那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卡在基辅三天不动 这什么样暴风雨前的宁静吗 还是说其实是资讯的严重落后跟落差 现在这场战争坦白说 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战争形态都很不一样 像我们以前到现在比较大规模的战争 比如说什么伊拉克战争小布希时代 那还是就是属于传统战争的一个末期 末期的战法 然后先用飞弹攻击 然后步兵进入这个伊拉克 然后修复科威特等等 这是一个这种战法 那现在呢 战法是除了这个表面战 这个飞弹战之外地面战 现在最重要是讯息战 我们每天看到这样的讯息 其实坦白说 有些有三分针还是七分钾 但让人家搞不清楚 比如说这个俄国什么美女拍卖战车 截车把车子开走了 老农头上Ebay卖坦克 就你如果以常理判断的话 二手拍卖 其实要对这样的新闻就是保持一点中立 保持一点中立 去做一些查证 到底会不会有这些事情 那我坦白说 以过去这一个礼拜来看 其实乌克兰的资讯战跟心理战 其实坦白讲是胜过俄国的 胜过俄国的 包括你不要看 他的总统泽伦斯基 跟他的一些随行幕僚 他会按照不同的场景 换不同的衣服 他有时候在外面 他穿的是一个绿色的 感觉像一个战斗服这样 然后你看昨天去谈判 第二轮谈判 俄国人 这个穿着很整齐 西装 打领带 就像一个国际的政治谈判 可是你看乌克兰这一帮 穿什么 军用夹克 里面一个绿色 像我们以前在服役穿 那种绿色的陆军 那种T恤在里面 代表说他是一个 在草地战斗 然后战斗得很辛苦 来跟你谈判 谈判不准之后 他继续去战斗的这样一个态度 那再加上所有的国家 西方国家 基本上都是站在乌克兰这边 帮他传递很多的讯息 不管讯息是三分针还是七分夹 不管 所以整个的国际局势 其实对普丁来说 是一个比较压力的 再更何况说 普丁过去用兵神速 那为什么竟然偷偷拉拉坡七天 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还想说 是不是过了上个周末 这个战事就会告一段落 那显然并不是如此 那究竟俄军出了什么问题 坦白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资料 看起来都无法判断 他到底是在等前面谈判的结果 还是等后面的补给 还是他 普丁呢 随便用更多的一些 军事力量 嚇阻力量 来让这个乌克兰屈服 我们谈判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说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拖下去 乌克兰坦白讲 也拖不了多久 他拖下去 他也很辛苦 你说这西方各国 其实美国讲的很清楚 他不会派 一兵一卒去那边战争 因为美国很清楚 如果他今天在那边 真的开战的话 就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世界大战在爆发 可不是过去二战时候 就是打小米机关枪 这样子打来打去 就是可能是毁灭性的一个战争 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你甚至俄罗斯 在做很多的行为的时候 他在第一波的攻击的时候 他很多的一些 具有严重威吓杀伤性的武器 第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 俄罗斯刚开始对自己很有自信 觉得三五天之内 就可以解决乌克兰 所以你看前三天 西方各国都是 丙袭以待 但是并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 一直到了上个礼拜一 礼拜二之后 才大量的资源的投入给乌克兰 所以看起来 就是这样拖下去 俄罗斯会有压力 但是他的国力跟乌克兰来说 是相当悬殊有差距的 不对称的 就他可以拖 他是个大国 他可以继续拖 然后他可以在五面的包抄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纵使有很多的民心士气很高昂 但是他还面临到内部的一些分歧 还有他包括难民的问题会困扰的欧洲各国 所以我觉得 这个礼拜 欧洲各国希望脱挫普丁的锐气 看俄罗斯能不能主动来提出一些退兵的条件 主动来撤出乌克兰 但是我觉得这样时间再拖下去 如果再拖个一两周 坦白讲我觉得欧洲各国也会push两方 有一个谈判结果出来 因为大家都拖不得 因为这个将剧拖下去 不要说是双方人力的耗损 难民的问题 现在不是什么 之前是有关北非的难民100万 他现在可能估计乌克兰这边 有接近五六百万的难民会到欧洲 因为乌克兰他是接壤的 可是刚刚那阴谋论你也认同吗 就是有人真的不希望这么快就停战 因为有些人希望把俄罗斯拖垮 把俄罗斯拖垮 这其实在美国来说 在世界上少了一个跟他作对的强权 他就可以全力对付中国大陆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大陆才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次的俄乌战争里面 中国大陆的表态都很谨慎 至少他在联合国安理会那边 也出大家意料之外 并没有完全站在俄罗斯这一方 不过像昨天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总统府那边也打电话给北京了 要求北京出来来主持一个协调的工作 所以看起来就是未来这个插手的空间 我觉得北京跟这西方各国 说不定都在强化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乌俄战争里面能够有一席之地 甚至未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欧亚地区 把自己的势力进入这个地方 所以那你觉得这谈判的后期 比较中后甚至后段的时候 北京才会介入 我认为北京现在观察这个事情 大家现在是站在乌克兰这一方 乌克兰被欺负嘛 强凌弱大欺小大家都看不过去 但是但是提醒大家 这乌克兰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好 乌克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贸易伙伴 第一名的就是就是中国大陆 然后呢中国大陆很多的粮食 包括这些大麦 小麦的进口 大部分都很多是来自乌克兰跟俄罗斯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关乎了北京中国大陆的这个粮食的进口 你看我们在大陆看到很多的这个 所谓有机的什么农业产品等等 他都标榜来自纯净的乌克兰大地 所以那边的发那边的一些 一些粮食啊油啊 就是食用油啦 什么葵花油这一类的 还有大小麦啊 就是中国大陆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乌克兰的那个土地好像是黑土 我看到一些资料是处于黑土土地 他的这个非常的肥沃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关心自己 有关粮食方面的这个运用的话 其实也希望这方面的战事 然后不要拖太久 赶快早点结束 因为这个对于整个的 这个整个全球局势 这四方都会很关键的影响力 好 不过现在战争已经第九天了 就是看到这边 大家都在分析讨论 普丁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那一个呢就是这个 二军六四公里的战线 卡在这个基辅这边 三天不动 到底怎么了 还有人说 开战一个多星期了 为什么俄罗斯还没有拿到制空权 这是怎么回事 有志你的解读 俄罗斯没有拿到制空权 我没讲那你可以讲我说三天五天 就跟董哥讲的吧 这就是西方媒体的认知作战 我已经设定了一个议题 你没达到 你不是草包 现在不全是这样吗 现在如果 现在 那个乌克兰还可以掌握自己的领空 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他现在不赶快 做一些其他 让世界各国飞来飞去的动作 没有啊 完全没有啊 现在请问谁可以 Landing到乌克兰境内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刚刚不还一直来问说 这些武器物资 到底拿到多少了 千万你觉得1.6万人 是真一体还是假一体 然后世界各国 如果今天1.6万人 你以为是1600人 还是160人 1.6万人 你开拔进乌克兰 那所有的媒体都没能拍到 全世界的那些 任何通讯社 就全部包起来就好了 没有一个战地记者拍到 然后乌克兰这么擅长 做讯息站的 没有公布任何1.6万人 从东西南北进来的画面 要骗人的啦 我真的觉得 整个所有的战事到现在 全部是西方媒体的话 你完全没有办法 去接受 尤其台湾现在的人 集体被渔民化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 用真正的事情来评论 现在所有的新闻 我跟你讲 就像我们跑新闻 我有跑过国际新闻 我去过纽西兰 我有去过泰国 我有去过 我们都会有个 那乌克兰 那乌克兰就会由这个国家 开始把新闻push给你 现在西方所有媒体 要不是来自于二新社 要不是来自于乌克兰 现在大家会报导 二新社的请问一下 大家现在帮我看light today 但我喜欢看light today嘛 有二新社报导的 一天台湾里面 有没有一百折 没有啦 但是来自于什么 那个乌克兰 新闻稿 乌克兰什么的 然后哪一个媒体 我讲至少成千上万折 那种比例已经完全失衡了 你怎么叫我去评论说 我们的到底哪一个领空 可是我们用很基本的尝试 你就知道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媒体看久了 你就被agenda setting了 你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尤其泽伦斯基 现在被英雄化 请问 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 泽伦斯基那时候 刚当选的一些新闻 有没有看 最近有看到吗 在当选的时候 被人家骂到臭头 人家骂他是死上最烂的 他是73%的支持率 投票率 那个得票率 拿下乌克兰 五天之内 五天之内 乌克兰就发动罢免 五天之内 然后大家形容他什么 说法空洞 脑筋没东西 然后纳粹化 民粹化 全部的话往他身上招呼 为什么他最后 民调只有二十几% 他从第五天被骂到现在 他就是一个烂啊 什么一直骂 我跟你讲 还不是 不是我们讲的 你自己看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可不可以看三立新闻 你们自己看啊 这是三立那个时候在他当选的时候 那为了证明草包这两个字 就把泽伦斯基 用草包两个字 然后呢 骂他 骂他什么 你看 我不敢放声音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在你们的 因为你们是YouTube频道 那如果又用别的东西是有侵权的问题 大家有空去Google 去YouTube这个画面 这则新闻 他里面呢 把泽伦斯基骂到臭头 说他根本就是 而且他还跟俄国的富豪在一起 乌克兰会因为他而灭亡 一语成诚 现在就是 当年你可以把泽伦斯基 骂成一个烂人 然后五天就要罢免他 五万人连署 那现在他变民族英雄 你会告诉我 因为那时候没战争 现在有战争他就变英雄 那是谁的问题 他都是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此一时彼一时 就是西方媒体认知作战 那我们的三明治 所有媒体按照外电翻译 全部翻出来 然后放在Lite Day 放在Google News给大家看 所以俄罗斯的领空现在惨了 现在乌克兰快要打到克里姆林宫了 你们知道吗 等一下要不要三明治把我这段剪下来 你们大家不知道对不对 罗友智频道会告诉你 我跟你讲 现在俄罗斯 已经由他的基辅幽灵 带队打到乌克兰的 打到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了 你们信不信 我跟你讲 如果我在三立讲 你们绝对会相信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这样 还有一则新闻 我不晓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 法国电视台 见缝插针 对不对 法国媒体还约了乌克兰的 有一个叫做Victoria 然后直播就像我们这样子 访问 然后用LINE 然后开始访问 然后他们设定 制作人设定说 他一定会开始攻击 说乌克兰多烂 我们俄罗斯多嚣张 我们现在走 结果一连线 Victoria你可以讲一下 你们现在遇到我们法国 那你现在很恨俄罗斯 对 没有啊 我希望泽伦斯基下台 所以当场傻眼 大家关注的是主持人的反应 对啊 傻了 旁边的来宾我跟董哥 有有有在这边 就是他说乌克兰都知道清楚 冲突不是一天两天 导火线就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那一次战争之后 200万民百姓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 乌克兰人民生活这么苦 为什么我们还要支持 傀儡总统掌握的国家呢 对啊 我给各位看关键字好不好 我给各位看关键字 你就会有既视感 而且你会 真的 我跟你讲 你们就会完全赞成 我上个礼拜讲那四个字叫蔡伦斯基 来 我给各位看这四个字 这一段 你们看这一段 这就是那个时候专访 然后呢 这里有一段文字 来 泽伦斯基 实际上 也不是一个民主的总统 世家反对 他的电视台 全部被他关掉了 有啊 是哦 这名妇人也在骂 他关了亲俄电视台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这个地方 不是也被关掉了吗 哈哈哈哈 你不觉得很有既视感 反对他的言论的都会 全部用梗图 用细子 用所有东西 在做资讯战的 蔡英文不是也是 好熟哦 好熟悉的感觉 最后对位 然后一直骂中共 你来打我啊 有种打我啊 笨蛋 不是泽伦斯基跟蔡英文 一模模一样样 于是蔡英文不准你谈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真的会把他当 蔡伦斯基啊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总统 把乌克兰带向战争如此可恶 然后所有的假讯息 都他们说了算 基辅幽灵的新闻 大家还要我再解释吗 那多好笑啊 看过了吗 有看过了帮我刷一排爱心 有 那天大家关注度最高的 就是基辅之鬼 好笑吧 基辅幽灵 是由乌克兰的国防部 转发这则新闻 然后由前总统波罗申科 他的推特 然后推波推波 我们基辅有民族英雄 所以我们基辅之鬼 打到克林武林宫 靠拜托你们这些记者 可不可以有良心一点 我觉得我们不管东方媒体 西方媒体 台湾媒体 在我跟董哥 我跟董哥我是晚辈 董哥说我们老记者 我不敢当 但是再怎么样 董哥到我这一辈 我还能够守得住 我写新闻的道德 不是真实的 我写不出来 现在的媒体 可以这样子的 去塑造一个人 一个恶魔 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 不要说恶魔 对不起 他还不够资格当恶魔 他只是一个愚笨的领导人 把国家带上战争 然后我们台湾的媒体 就跟着他造神 我同情的是乌克兰人民 现在还要流离失所 那你为什么 这些媒体 不去找乌克兰人 对他不满的这些人 法国媒体见缝插针 不小心找了一个 骂泽勒斯基的 那不然全世界谁看得到 我们才知道 他也关电视台 我们才知道 他也在玩民粹 我们才知道 他也在玩梗徒 整个西方国家 都在这么玩 我们蔡英文也这么玩 他不让你知道 Don Luca 台湾现在完全被这些人 这样子玩弄 整个所有的资讯 天空不对等 怎么可能会有 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发生在我们 这么民主的国家 然后你要再往前看 这时候 彭佩奥又来 然后拜登访问团又来 他们来干嘛 每个人都在说 拜登访问团 是为了给蓬佩奥一个 那个什么压制他的消息 我那天访问徐红廷 讲得真好 徐红廷告诉我 他在做一个什么 五本生意 他创造一个 不需要代价的筹码 什么筹码 抗中 然后北京就会生气了 北京生气了 美国再飞过去 我也没有要这么做 那你帮我劝一下 你的乌克兰小小弟 我就叫我的台湾不要吵 他来跟蔡英文 谈这些事情吧 最近我可能会有一些操作 你别生气 我还是支持你了 所以他们出来 开记者会说 台海 台美关系 还是坚若盘子 不坚若盘石 对不对 因为他讲的话 都不是骗人的嘛 可是问题是 整个布局 就是这样的布局 可是整个后面 你们想不想听 没有人想听 每个人都想要听 俄罗斯多可恶 然后乌克兰多可怜 你怎么不像 董哥刚刚讲 你们去Google嘛 这几个国家被杀了 顿雷斯克跟卢雷斯克 这几年被杀 那些画面有多残忍 我跟你讲 连我社会记者看了 我都不敢看 不过那些画面 都被删掉了 可是我们早就都看过了 你敢不敢看 你看完之后再告诉我 俄罗斯是魔鬼 然后泽伦斯基是天使 你看完之后你这样讲 我再来跟你讨论 可是时代杂志 放上了乌克兰国旗封面 而且是向 总统泽伦斯基致敬 而这个时候 他的笑话老婆呢 第一夫人也登场了 来看到被外国媒体 誉为最勇敢的第一夫人 在英雄背后的女人 因为她守在国人 还有老公身边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呢 她老婆在社交媒体上 也是相当的活跃 所以他们这是怎么样 网红夫妻是不是 可是我要看到就是说 当邪星成了巨星 现在这场造神运动 现在进行事 董哥 对啊 因为她吻合西方媒体 或者西方这些国家的诉求嘛 所以大家又开始把她吹捧 就是这样 那台湾媒体 老婆都出来了 都出来 就是当然 这个是一个刚好出场 最好的时候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时代杂志 那时代杂志 在全世界多么有权威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媒体在操作 现在是一个资讯很发达的 可是有些地方很不发达 你看不太到 比如说跟俄国有关的 跟卢干四哥 敦内四哥有关的新闻 你看不太到 那台湾很多媒体 都有很多独家 比如说刚刚有次讲的 这家电视台 我不能讲友台 因为他老板告过我 我不能讲他是友台 他竟然告诉我们 三峡大坝快垮了 对 我已经等了十个月都没垮 他们告诉我们说 三峡大坝的霸体 只有16.5公分 16.5 16.5 16.5公分 那我想都真的快垮了 三峡大坝快垮了 后来我想我一直在砍 我这辈子没有看过大坝垮 一直在看 没有看不到 后来他告诉我们说 你看出来那个金正恩 那是假的 那绝对是提升 你看牙齿不一样 民进党的立委还出来讲 你看那个鼻子 怎么样去整形过 至少有六个点不一样 我想说我今天 我今天看到了 美国前国务卿彭佩奥来 我说他是不是假的 他怎么变瘦成这样 我才感到刺激 但是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是真的 他瘦身40公斤 那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每天在台湾看的媒体 很多都是鬼话 你要讲真话的话 你就被关了 对 对不对 你要是流量够大的话 你就被停 我的YT也被停半个月 就是因为你要讲的真话 你就会得罪人 有些人就不爽了 但是我们当记者 只有一个东西 新闻要真 你就是要真的新闻 那你今天在整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里面 你看到多少新闻是真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说那核电厂那边 辐射已经增高了 后来国际言识人总统说 没有啊 我们政策跟平常一样啊 那前面已经炒作了 多么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在看新闻 你就是要很多方面 而且要看一些比较少数的媒体 那不要跟着我们政府的 这些主流媒体 他们是主流媒体啊 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很多广告的政府收入啊 他们有很多的名嘴啊 对不对 他们去租房子都可以比别人便宜 你只要八千块啊 那我们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你在看新闻就是要很慎重 但是我建议我们很多朋友 其实你要看看这场战争 其实死了很多是老百姓 你看到很多小孩 这小孩不管他是顿内刺客或鲁干斯客的 或者他是乌克兰其实都不应该死 所有的人大人小孩都不应该死 不应该死在战争 就是我们很希望说 大家赶快有个人出来调停 那或者有一个国际社会比较公平的 而不是嘴巴讲一套 然后在背后在山东点火 然后说你谁谁谁你去抵抗他 然后再用很多媒体 各位朋友战争有时候很多东西也是尝试 也是尝试啊 如果像大家看到很多媒体报道 俄国已经败了这样快一败涂地了 那乌克兰人干嘛逃亡 他们也不应该逃亡 他们应该大家坚守纲位 等着他们的王师回来 然后大家膳食胡僵 没你去献吻 你们你看我们手无寸腿都把俄国人打死 因为你刚刚讲他们手无寸腿嘛 那手无寸腿还可以把俄国人打成这样 泽伦斯基说的 对啊太厉害了嘛对不对 那如果真正是这样 那会不会违反你的尝试 绝对是违反尝试嘛 所以看很多新闻 你要用这样的角度 可是这个泽伦斯基成为民族英雄 是不是从他的人民牺牲换来的 你看他现在真的是 我刚刚讲说谐星变巨星 真的是很多人就开始讲了 泽伦斯基壮脸漫威鹰眼 对啊 对撞脸了 两个这个对比图 这也可以啊 对这也可以 然后鹰眼的演员就在推特上大赞 说他是抗恶真英雄 好英雄要有什么地步呢 要把普丁换掉 巴黎博物馆的蜡像 直接把普丁的头要拔下来 也许就会 馆长说的不是我讲的 馆长说也许改放泽伦斯基 对啊 因为俄国俄罗斯啊 不管在过去的苏联时代 或是现在俄罗斯时代 在西方本来就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啦 就常常是跟这个西方社会作对 然后就通过暗杀啦 然后这个情报单位啦 甚至跟这个过去的美国一些政客啊 私底下暗通款取啊 一些不正当的一些商业利益 所以他本来这个人型啊 人硕啊 他的那个人设啊 就是一个负面的人设 那这个负面人设今天做什么呢 都是错的 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宣传站上面呢 其实普丁确实是完全落居下风 所以他未来可能会用更大的 强力的军事手段要扳回一城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专家 其实大概过了这样一个多礼拜之后 很多的专家学者也有谈到说 乌克兰在这样过去的一个决策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决策不当的地方 或是思虑不周的地方 比如说从这克里米亚之后 这六年多的时间 很多就提醒乌克兰的这些总统 不管是前任或是泽文斯基 就有可能会发生大过程的战争 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国内的这些 后备军队要做一些处理 然后要做一些应战的准备 甚至一些军备的这些增加等等 但是好像当时乌克兰的决策者 都不管这些国际专家的一些忠告 或是内部的一些人民的一些想法 所以今天的战争 当然人民是受害最大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国家领袖 真正的国家领袖 现在想要办法就是 不要让战争到自己的国土里面 因为会让自己的国土伤害最大 很多乌克兰人民是受伤的 我举一个比较远的例子 就像一个造成运动 大家记得我讲一个历史 民国25年 美国也是一个自由派记者 叫做斯诺 他去延安看毛泽东 然后毛泽东当时是被 被长征25000里长征 到延安 然后那边安营扎载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 是要开始准备抗日 当时斯诺去看了延安 毛泽东很了不起 这么艰困的环境里面 有一番不同的气象 然后他的地方是人民 他统治的地区 包括军队纪律很良好 然后当时共产党的干部 确实是很遵守 这个勤俭的风格 然后不会去对当地的民众 有一些过分的一些举动 不会去搜刮 明脂明膏的情况 回去到美国之后 对于毛泽东大捧吹捧 大力吹捧把毛泽东造神到一个禁地 那也是后来大战结束 二战结束之后 国共内战 为什么毛泽东在国际宣传战上面 会赢当时的蒋介石政府 当时的蒋中正 因为他长期就造神造来的 但是这个斯诺的等到毛泽东建国以后 他在比如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 1972年初 他再去的时候 发现毛泽东变 毛泽东变成一个可怕的独裁者 他甚至有一点思考 当初这样的捧毛泽东 是不是做错了事情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看 西方的宣传战 不管从以前到现在 1935年 已经是七八十年前 九十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这个宣传战 一直是以西方为主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看很多资料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多看一点 现在网路搜的很方便 一些不同的意见 有一些人也在访问 乌克兰一般的民众的想法 有些YouTube在po的 他们有提供另外一个思考的观点 我要觉得大家平衡一下 因为毕竟战争 不管是打到谁都很辛苦 我们不要在旁边当拉拉队 好 那在这边呢 我又是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这个 俄罗斯的反战情报员 按住乌克兰 所以呢 泽伦斯基 一个星期躲过了三次的暗杀 那当然这是来自英国的报道 泰晤士报 说至少有两批人马出手要夺取 要暗杀 泽伦斯基 好那 但是因为在俄国联邦安全局内 有不满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人 所以他们提早向乌克兰的官员示警 导致暗杀的阴谋破局 好 所以泽伦斯基一个星期躲过了三次的暗杀 好我们稍后来讨论 那么同时呢 先为您介绍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宾 好首先是时事评论员夏寒冰冰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李博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以及呢一起跟我们分析国际局势的 还有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教授好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刚刚看到就是泽伦斯基的造神运动 已经全面展开 而且现在进行事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老婆英雄背后的女人第一夫人呢 也被外媒誉为这是最勇敢的第一夫人 好那甚至开始呢 在这个推特上在网路上 大家开始说哇 他撞脸漫威英雄 泽伦斯基撞脸漫威的鹰眼 好那甚至在巴黎的博物馆 直接把普丁的头这个蜡像 的头拔掉要换成泽伦斯基 好那甚至呢 现在很多人在讲说是不是全世界已经开始好多人都在蹭乌克兰 好包括了这个南韩总统温赞颖呢 也跟泽伦斯基通话了 好通话了半小时 那当然谈到的就是认同要维护乌克兰主权 还有领土也支持透过对话要促进和平等等的 好那立陶宛呢也说支持乌克兰和台湾都是捍卫自由 好不过呢来看到这个日本驻台媒体失败名夫啊 他就说哦现在呢其实民主国家当中第一线对抗俄罗斯的 泽伦斯基是当红炸子机支持他绝对是政治正确 那么第二个红人就是面对中国霸权坚定不屈服的蔡英文 好所以呢其实意思说你现在趁乌克兰趁台湾就会有声量 就会获得国际支持 丁格 施邁明夫这什么奇怪的比喻我都搞不清楚 那是怎样 所以蔡英文为了要 因为现在泽伦斯基因为被 乌克兰被俄罗斯进攻被侵略 所以说他是第一红人 那所以蔡英文要押过泽伦斯基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赶快叫解放军来侵略台湾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到底在说什么 我真的搞不懂这些人脑袋在想什么东西 当然你说 现在说泽伦斯基的夫人是全世界最勇敢的第一夫人 我没什么意见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现在国家被打了就他嘛 最危险的地方 对最危险的地方 那他也没有跑 所以你说他是最勇敢的第一夫人 我也不想去否认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 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可是我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对他没有跑 他的某些勇气是非常值得敬佩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是 他的决策造成了现在的状况 难道他不需要负担责任吗 我不是说俄罗斯入侵是对的 俄罗斯入侵当然是错的 可是 你本来可以避免发生这种状况 你为什么会 一定要走上这条路 我真的不明白 像我刚刚还没有坐下来之前 我听到说 说什么 有乌克兰 不是那个俄罗斯里头的情报人员 被撤反啊 反普丁的 对 然后去帮助泽伦斯基逃过暗杀 那我就觉得很纳闷 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 英国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英国人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 假设英国真的知道这件事情 你在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你是想要害死这个情报人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所以我这跟李登辉当年 那个什么18套剧本 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听起来都蛮像鬼扯的 而且当然我不知道普丁是怎么想 如果我是普丁 我绝对不会杀泽伦斯基 你把他杀了 他不就变成一个 真的是 英雄的人物了吗 就盖棍论定了吗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 俄罗斯会不会想要找特种部队去抓他 我觉得会 但绝对不会想要杀害他 因为大家去想想看嘛 你现在这个节骨眼 双方正在交战的时候 你如果把对方的政府官员 一下子干掉了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对方群龙无首之后 可能各个军区啊什么 有的要抵抗 有的不抵抗 可能就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的话 对俄罗斯未来要接管 要控制乌克兰 请问是好事情吗 我根本不认为是啊 那更何况你把 对方的一个 现在正被全世界吹捧 一个偶像的人物 你把他暗杀杀掉了之后 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 可能会造成乌克兰人民更激烈的抵抗 你觉得这个事件好事吗 所以我真的不太相信 尤其普丁自己是KGB出身的 他会用这种思维 他不会去做这种局势判断 我是很怀疑 所以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 我真的觉得 当然啦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 谁红大家就去蹭嘛 对 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我们今天上节目 还不是一样在谈他们 我们也是在蹭 不就是这样子吗 为了收视率 也为了观众朋友想看 都是一样 可是有的就 我就觉得那种蹭 有时候真的不是太有必要 比如说南韩 你文在寅 你去跟他通了半小时电话 人家现在是在水深火热当中 如果你真的有意要跟他通话的话 那你就拿出实际的行动 比如说你是南韩派部队去 还是说你要 只有送医疗物资 他有提到 医疗物资能不能送他手中 也不知道 都存疑 所以 泽伦斯基大概现在 一直不断就要喊话说 他们已经接收到很多士兵 什么 16000个国际志愿军 已经接收到第一批 请大家注意 乌克兰一开始 号召全民起来 就是 加入反抗俄罗斯人的时候 他说他们准备了1万支枪而已 那他们后来又宣称 光是起来反抗这些民兵至少13万人 那请问一下这些国际志愿军来 他们要自备枪就是 我不知道 要所有的武器都要自备吗 不然乌克兰现在哪里有多的武器给他 我也不知道 西方看起来 能够送到的武器 看起来也并不是很多 更何况基辅现在 变成一个被包围的状态 乌东你现在恐怕 根本进不去的状态下 你的武器到底要怎么送到人家手上 那这些志愿军 到底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说真的都没人知道 到底有没有1万6千人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 现在就是所有的讯息都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我也不是说这些西方媒体讲的一定是错的 可是 当所有的消息全部一面倒的时候 这肯定是有问题 这是违反常识 大家想想看 现在谁被攻击 乌克兰被攻击 俄罗斯的大军入侵 然后他的基辅被包围了 赫尔松被占领了 哈尔科夫陷入苦战 已经快要结束了 乌东已经呈现一个 他主力军被包围的态势了 结果呢 传出来全部都是对乌克兰有利的消息 你不会觉得很怪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照这样来讲的话 乌克兰应该早就把俄罗斯人打回去啊 甚至要往回推到莫斯科去啊 那为什么反而是要自己被包围呢 所以显然西方告诉我们这一大堆的消息头 很多都是不敬不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真的觉得 我们台湾啦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很同情乌克兰 可是大家同情他OK的 你想要帮助他 你要去想想看 怎么样能够实质帮助他 我今天看到黄伟泽捐一个月的薪水 那之前赖兴德 蔡英文也都捐一个月的薪水 我很好奇他们捐到哪里去 我们听说现在捐款有八千万是不是 台湾这边外交部开帐户户头 我也不知道这个钱怎么 这个钱怎么交到乌克兰的手上 是送给他们政府吧 那好假设你是汇到 假设汇到乌克兰政府的这个户头 那请问一下乌克兰政府怎么运用这笔钱 他怎么办法有效运用这笔钱 因为现在对乌克兰最有效的帮助不是钱嘛 而是怎么样把它转换成物资或是医疗用品 或是武器弹药能够想办法进去 请问怎么送进去 如果都没办法送进去的话 请问捐这些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我更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万一最后乌克兰抵抗失败 俄罗斯真的控制住乌克兰了 那这些钱是不是全部跑到俄罗斯的手上 我们现在捐给俄罗斯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不要太一厢情愿了 我们台湾离乌克兰真的太远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 那既然没有办法能够实质的帮助人家 我就不会要一直叫人家说 一定要拼死抵抗一定要怎么样 我是很敬佩昨天赫尔松的市长 他直接告诉他的市民不要再抵抗 你们就可以带在家里头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行为 因为他们不是军人 他们本来就应该带在家里 战斗是军人的任务 一般的平民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 保存自己的性命 为乌克兰的文化延续下去 这才是你应该尽的责任 然后我也拜托台湾那些人 不要再推着别人去死 然后赚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找到网址 我就要不要去死